本期实验自制鸡蛋 海藻酸钠是海藻里提取的安全无害的物质 海藻酸钠遇到乳酸钙中的钙离子 会迅速进行离子交换 生成凝胶 果冻就是利用类似的原理变的 又好看又好吃 本实验需要准备乳酸钙 海藻酸钠 热水 冷水 小碟子 凉杯 取样勺 色素 大碗 半圆模具 搅拌棒 往装有冷水的玻璃杯中 加入两勺乳酸钙 搅拌均匀 像大碗中加入两勺海藻酸钠 和300毫升热水 搅拌直至糊状 往凉杯中加入50毫升的海藻酸钠溶液 和两滴黄色色素 将半圆模具放至乳酸钙溶液中浸泡5-10秒 取黄色海藻酸钙溶液 将半圆模具填满 放入乳酸钙溶液中浸泡一分钟 把模具翻转过来 得到了蛋黄 取出蛋黄放在小碟中 取3-4勺乳酸钙溶液淋在蛋黄上 取40毫升海藻酸钙溶液 围绕蛋黄倒上一圈 再取乳酸钙溶液淋在海藻酸钙溶液四周 直至覆盖住 静置10分钟 一个秀色可餐的荷包蛋闪亮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